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世兴大学的李慧玲 大家好 我是来自石宇中学的许昌龙 玲玲啊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 很多活动取消了 你暑假在干嘛呢 告诉你哦 我今年参加了国防部的 109年全民国防教育暑期战斗营 健康刺激又有趣 不仅可以认识不同学校的同学 还可以了解到不对不同的特性和任务性质 近距离接触装备武器 体验他们的战绩训练课程 短短几天之内可以说是登网站无了不少 这么巧 这次我也参加了耶 这次国防部因应防业政策下 以减班减员不缺席的原则 一共办理7个营队 这次采取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 省去我们冗长等待的时间 也让我们的假期更有弹性 我这次为了抢名额 可是在电脑桌前面等了非常久啊 系统还一度当机 这次的活动真的非常热门 接下来的节目中 举光原地的制作小组 即将带我们到各个营队去 了解每个营队的活动特色 还有精彩实况 说不定你也可以看到你自己喔 这次让人期待耶 让我们一起 Let's go 镜头首先来到陆军花莲防卫指挥部 举办的回篮战斗营 学员们在涉及教官指导下 进行涉及预袭 熟悉涉及八大要领及瞄准技巧后 依序站上25公尺及175公尺射击线 此起彼落的枪声 让他们亲身体验实弹射击的临场感及震撼力 此外 青年学子们也在课程中 体验甲车优越的性能和奔驰的临场感 了解国军现役武器性能 营队也安排援舞团营兵舞及战绩队表演 展现平日扎实训练成果 我觉得这个打靶过程很刺激 而且就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在早上打靶的时候教官讲解了 就是涉及了八大要领 比如说要把那个枪托抵住肩窩 然后准心瞄准前面摸字型的最下端 然后让我受益两多 然后学到了全新的这种姿势以及体验 这次参加这个战斗营 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 因为其实我很多朋友跟我一起抱的都没有抢到 这次体验到就是假车乘坐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因为平常也很难去接触到 一个团队的互助人 就是这个经验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今年首度举办特战体验营的陆军特战指挥部 安排课程包含战绩格斗 教导学员们徒手及器械反制等防身术的基本要领 限制空间战斗 学习特战官兵的小组战斗 教官们指导射击姿势、队型变换 同时也利用空气枪进行应用射击的体验 战术绳索则是特战官兵必备专业技能之一 学员在教官的辅助下 穿上简易半身吊带、胸带 实际操作快速攀升的技巧 也让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我觉得使用性很高 因为上去速度是很快 而且很简单 在从事一些紧急任务的时候可以快速升降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 跟一般外面的一般的军种不太一样 他们从事的比较多元 然后战术也比较多方面 就是全方位的东西他们都要回 所以说特战对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好摩定的地方 教我们进去一个狭窄的空间 要怎么作战 因为警察、军人自己可能都要去 比如说有人绑架人家 或者是有人就是类似恐怖分绑架这种东西 就是可能会比较适合用到 因为军种有很多 就是想看看就是以后如果真的要从军去 要下去哪一种 会比较适合自己 镜头转到南台湾屏东地区 陆军航特部空训中心办理的散训战斗营 学员们前往潮州空降场 观看基本散及神龙小组高空散训练 学子们见证散兵从C13栋运输机一跃而下 精准着陆于目标区 接受学员的掌声及欢呼 学员们也学习散兵地面训练的跳台侧滚 摆档着陆以及压轴的高塔训练项目 体验散兵跳出鸡门那一瞬间的临场感 我觉得散兵弟兄们很辛苦 要在那么炎热的天气做那么多的训练 我在走地的时候就一直在抖 到上面就更紧张 就想说来了这次散训 就是要体验一下散兵的辛苦 试试看他们是什么感觉 我们只看到他们跳下来的过程 但是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他们 从一开始的训练到他们上飞机之前的那段 辛苦的过程 今天看到那些散兵 真的觉得我们能够在这边安心的吃饭 因为有散兵 因为有国军当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来支持着我们的国民 保护着我们的国民 由空军官校所办理的航空战斗营 至开办以来就广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 最令航战营学员期待的 就是一堵空军雷虎小组精彩的飞行特技操演 在广大的蓝天 画出一幅幅美丽的图案 与学员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下 完成最佳的演出 此外 学员们也进行AT3 T34教练机模拟器的体验操作 在过程中感受到飞行员的抗压力 及面对复杂仪器的瞬间判断力 也让同学了解 想要成为翱翔天际凌云御风的飞行员 是要经历多重严格的考验与艰难训练 那我刚才印象最深刻的动作 就是有五个飞机 然后这样飞过去 然后有一台这样交叉画过去 在那个瞬间我觉得 我也为他们感到很紧张 虽然他们就是很专业 这五天来 就是航空战略移 让我了解到了很多有关空军的知识 所以我很开心地参加这次的应对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模拟机要记清楚 那些位置是非常困难的 要因应各种情况来做反应 才可以让飞机平安地落地 我觉得他们能当飞行员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他们训练过程中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多给他们鼓励 在空军航空技术学院所办理的航空科技体验营中 除了安排学员们体验搭乘C13栋运输机 也分组实施探空气球施放 机器人创意轨道竞速 飞航管制塔台模拟仪操作 军事气象及灾害天气观预测等多项课程 学员透过教官详细的解说 并亲自参与其中 初步探索航空科技 也了解飞机翱翔天空的背后 有一群专业的幕后工作人员 不断给予航空资讯、指挥交通 才能维持空中的秩序 确保飞航安全 所以刚好本身是学电子电机这一款 所以就是对航空科技想说多了解 来看待这些体验 今天我们去上航管课的时候 有体验到就是整个 航空站的整个流程 就是控管飞机的起飞领域降落这样子的东西 对那这方面学到蛮多 因为对这方面还蛮有兴趣 电报的人 就是可以学到 其实语言不是只有一种 就不只你就从嘴巴才可以学 用那些文 就是可以用长短音 就可以分辨出他要来讲什么 就觉得很酷 学习到很 就是空军不是只会开飞机的 他们也会很多幕后就是要修理啊 看气象 做之类 就是不只是只有开飞机 县兵指挥部举办的铁卫战斗营中 课程更是精彩刺激 青年学子们进行手枪射击 限制空间战斗 犯罪现场调查体验等课程 藉由教官详细的说明 与亲身操作中 了解县兵部队的各种训练 与任务特性 其中属于高空作业的垂降体验 与攀岩课程 在伙伴与教官的鼓励下 学子们克服在高空中的内心恐惧 并突破极限 在阳光下挥洒汗水 更借此证明他们拥有挑战自我的勇气与胆势 这次战斗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女子防伸素 就是他教官有教我们如何遇到歹出的时候 要如何面对 比如说要如何压制他 或者怎样制止他 然后赶快让自己逃走 所以就是保持自己的安全 收获最多应该就是垂降的 垂降的课程 因为之前都没有垂降过 然后所以第一次垂降的时候会有点紧张 然后就刹车有点刹不太多 教官们其实也很照顾我们学员的部分 然后我从就是比较喜欢国军到现在就是更喜欢国军这样 中正国防干部预备学校办理的科学体验营 有别于其他的营队才独立报名作业 开放由国中学生参加 营队中安排趣味数理的课程 学员们使用六张色纸遮出正立方体 进行哥布伦方块堆叠挑战 而在彩虹试管中 透过不同浓度的液体混合 使试管呈现色彩分层 让学员在实作中了解密度原理 应对藉由各种生动活泼的教学与实验 使同学们更容易吸收科学知识 我觉得那个数学科让我印象很深刻 说这边数学科让我觉得哇 怎么这么酷 就是认真想要学数学 我觉得这些学长就是很像 把我们当作真的自己的弟弟这样子照顾 就是我觉得感觉到他们给我们那些温暖 所以我想要向他们学习 希望能顺利考量军教 109年全民国防暑期战斗营已圆满落幕 其实为了使参与的同学们有更好的营兑体验 各个半班单位也都十分用心地规划 对俯干部们用心准备付出 希望能透过活动将全民国防的种子 深植在学子们的心中 他们住宿环境的减证 然后还有协助课程的那个场地布置 或者是像他们的限制空间作战 他们就需要穿到那个各装 十一住行娱乐都是我们大家一起准备起来的 希望能够借我们精心规划的课程 就是希望让外面的学员可以认识我们特战 对更了解我们特战 每一次来带队斧的时候 小朋友他总是会给我 比我给他们的感动更多 为什么 因为从他们一刚开始来 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然后开始慢慢的了解宪兵这个职业 他们给我的感动跟回馈 泪水跟欢笑 让我心里面有那种很满满的成就感 然后他们就更能够了解说 我们的各项军种 不管是陆海空 宪兵 特勤 是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在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 然后也能够让这些新兴学子们 更能够来加入我们国军的行列 刚看到你的访问表现很不错 过奖过奖 这是国军的属于战斗营 这是非常多元丰富 如果有实践的话 我想凑齐所有营队呢 没错 那我们明年再一起来报名 记得报名要通知我 有什么问题 你跟电视机前面朋友约好了 全民国防教育 属其战斗营 我们眼见 拜拜